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重点是你要买对股票 你买了股票有没有涨 同样放空也一样 你要空对股票 如果空错股票 你如果空到精彩 你一样是赔钱 所以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股票 那大盘拉回 这里拉回 你有没有买对 这才是重点 10元去今天又去 14块 我说我只有四组会员 有一半 有一半 赚到这一档股票 那另外跟大家谈到的一些 低价成长股 或者中价位的成长股 也是往上走 那重点这个地方 你要买对买什么 你要买成长股票 我一直跟大家提到一些观念 资金行情一直都在 你要专注在成长股 低档去买 低档去买 机会他不会等人 机会一直在 你准备好了没有 你有没有买对 机会来 你要买得股票 然后坐轿 谁拉台 法人拉台 那精彩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这几天的事情 他是连二红 昨天涨 之前 我说不要太在乎大盘 你要了解法人在做什么 哪些股票是成长的 你要弘低买 你要买对股票才能赚 每一个老师都会讲 买的股票没去 有的破坏 上礼拜的事 月成长 季成长 年成长 EPS也成长 整理多久 整理四个位 最佳最佳最佳的买点 最后洗盘 掌心起起 要对照就让你对照 对不对 这大家看到涨停 今天继续涨 我说四组会 里面有两组有 那成本在这里 那那就是 宣布 总工资 像网友 还在这里 股票 水 虽然的 是 灯迫 这些东西 加价 调 它在这都是 那我说 这个术 东西 你不会有 所以拉近 我每一次都說什麼專注當下 但是你要買對 上個月這個地方押回 我們買華邦店買金獸也是大賺 這個地方買金星科買紅捷科也是大賺 跌的時候押回的時候 你要買對 買對你才能做教 或者你要報對股票 你報錯股票沒有用 或者你放空空錯股票也沒有用 你空到精彩怎麼賺 那你買到往下破跌的股票你怎麼賺 大盤漲上來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資金行情不變 為什麼不變 有沒有可能緊縮贏根 不可能 現在會員又再度出來 挽救經濟 市面上的油資一定越來越多 一樣是低利率 零利率 貨利率 那有些人會怎麼樣 他會去買成長的股票 你在乎大盤 講到大盤 大盤今天大漲 那台子呢 我昨天跟大家談什麼 他應該至少可以漲個400點 今天還有錢嗎 你那麼在乎大盤 你有賺錢嗎 上禮拜五這一路往下跌對不對 這個轉折出現了嘛 禮拜五禮拜一啊 這裡稍微拉近 這個地方12402嘛 那為什麼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在這個地方我所轉折出現 我們這裡不要動 這拜五嘛 一路往下跌恐慌對不對 這一天怎麼樣 逆價差擴大到132 但是很奇怪 他期貨是買超的啊 那現貨賣兩百多億 代表什麼 代表用現貨往下壓 期貨在尾盤買進嘛 期貨的空單在尾盤補進 變成正的嘛 所以轉折出現了對不對 都寫這麼清楚 如果你那麼在乎大盤 大盤轉折你抓到沒有 這樣400點 三天有400點回來了嘛 這裡12402啊 今天你最高多少 來到這裡12868 這樣不是400幾點 又回去了嘛 那你就扒來扒去的 我說台子我是專家啊 那個股也一樣啊 你要選對股票嘛 你要買對 你才賺得到錢嘛 我有一半的會員都賺到了啊 昨天盤中漲林今天又大漲嘛 到昨天是跟大家談什麼 我把證據拿出來嘛 這是昨天啊 我持股不多嘛 三黨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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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 另外兩黨 三黨全部漲啊 全沒漲嘛 當股會員就一黨啊 就一黨啊對不對 漲漲啊 今天呢 今天有沒有改變 我們再來看 今天這三個股票 也是又全部漲啊 經常又漲了嘛 是不是又大漲 這一黨還是大漲 這一黨還是漲嘛 是全部漲 第一個我要說呢 我股票多不多 第二個呢 有沒有往上走 證據在這裡啊 再看看當股 一樣啊一黨啊 連續漲兩天喔 那當股會員做的比較短 隨時會賣 那我希望呢 如果想要至今有限 想要做當股的 你把握機會 機會一直都在嘛 但你要準備好啊 有哪些股票可以買 那買了以後呢 你就可以做教嘛 輕輕鬆鬆啊 上大法人 都在買精采啊 連續漲兩天 那你說他會不會創新高 這才會離高嘛 那昨天漲啊 今天又漲 現在漲到哪裡 漲到這裡了嘛 他有沒有機率創新高 證據都在這裡嘛 我說每個人都會講 每個人都會解盤 你要收得到做得到嘛 你有沒有買對股票 你有沒有賺到 我是在操盤啊 我四組會有兩組有精采啊 我特別會手上的股票全部往上走 包括一些低價成長股 我說這個地方重點在哪裡 專注在成長股嘛 那目前還有沒有類似 那目前還有沒有類似 類似這種 整理末端還沒漲的 我說你需要的是一個能真正幫你賺錢的老師對不對 像這張股票一樣嘛 整理末端對不對 整理末端啊 往上一走 因為他成長股 成長股呢 法人在佈局了 他往上一走呢 又跟進產一樣 他有機會創新高嘛 我說你需要的是什麼 能帶你賺錢的老師 大盤漲了 你沒有賺到沒有用嘛 機會要自己把握 我們休息一下 法人顧問吳老師 專攻法人操盤習性 擁有三十年股市實戰經驗 兼具短線與頗短操作 所有法人顧問之稱 茫茫古海 讓專業誠信的法人顧問吳老師 帶您早日邁向富裕之路 支付專線02-2752-5868 2752-5868 成東東部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著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精選持股 持股其中 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成東同步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型市場 穩健獲利 無往不利 成東同步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歡迎回到現場 那接下來跟大家談 稍微談一下選擇權 因為美國總統選舉競爭很激烈 所以內行的人都知道 用選擇權壓兩邊 什麼叫壓兩邊 就是你買進買權 同時買進賣權 選錢買進買權跟買進賣權 你這樣遮起來 這個就是買進賣權的一個圖形對不對 那這邊是買進買權的 那如果你同時買的話 代表大漲的時候你賺錢 大跌的時候你也賺錢 但是不漲不跌你就賠權力金 對不對 那下問題來了 這兩天為什麼漲那麼多 為什麼連續往上走 因為法人 法人是壓大漲嘛 那很多賞戶是壓大賠嘛 所以呢 當你買進 同時買進買權跟賣權 賞戶賠錢嘛 那法人這裡呢 漲越多賺越多嘛 那為什麼昨天講 它往上大概還有100點的空間 那因為你同時買賣呢 這中間 這中間大概正負200點或100點嘛 那正負200點上去是不是400點 那你這樣去算呢 上禮拜五 這裡轉折出現了對不對 這12407嘛 12407嘛 那你從這裡 法人在這裡佈局囉 從這裡你加400點 變多少 12802嘛 往上 那今天1280你是不是在這裡 所以三天400點都過來了嘛 你要壓對邊嘛 壓對邊你才賺得到錢啊 那你看一看線貨 對這裡也差不多要400點嘛 那你如果懂的話 你如果懂這些 你全力金不會尬掉嘛 沒賺嘛 人在賺錢 你沒賺到錢嘛 你壓錯邊嘛 那如果你是買選擇權 還好 你有全力金賠掉就好啦 那如果你如果在這裡換空期貨 那事情大條啊 400點嘛 一口八萬 人在賺錢 你有賺錢嗎 重點是轉折嘛 大盤的轉折你抓不到 各股的轉折你也抓不到 那你就退出不要做嘛 賺錢不太簡單 沒有那麼簡單 就跟操盤一樣嘛 操盤也沒那麼簡單 接盤很容易啊 嘴巴講 今天起 三帥講嘛 你有賺嗎 會員有沒有賺到 你要出手啊 每個人都在講 拉回的時候要買 漲上去的時候就賺錢 那有賺到錢嗎 有賺到錢嗎 金茶該賺的有賺到嗎 就跟在這裡在這裡一樣嘛 我簡單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地方高尾堆嘛 這當時啊 中秋節放假錢嘛對不對 高尾堆啊 我那時候怎麼談 高尾堆嘛 你看到大盤好像一個頭 可是這一檔股票呢 是一個底嘛 我專注個股啊 成長股啊 成長股啊 是上去了 這樣一個底部型態是很完整 這多頭架構嘛 當初講洪捷科也是一樣啊 上去啦 高尾堆嘛 高尾堆嘛 高尾堆在這裡嘛 同樣押回你要買對股票啊 那這個地方短短的押回 同樣的問題嘛 你要買到股票嘛 你如果買不到股票 你也一樣沒錢嘛 要讓法人押教你來做教 沒有那麼簡單嘛 這當時 這電歌為丟嘛 那時候跟大家談什麼 法方電喔 我說你錯過這一段 這裡押回 這是一個支撐 9月營收創新高 第三季營收創新高 第四季還持續的成長 周K現在這裡是最佳買點 那我們看周K嘛 是不是上去了 那我們看日K 4月上去了 那押回呢 上禮拜是不是跟大家談 押回再買 他昨天漲了啊 這檔股票也是一樣嘛 中秋節 附近類類 收斂三角形 金縮上去了 這樣40塊對不對 一個頭肩底架構往上走嘛 那我要跟大家談什麼概念 重點是你有沒有買對股票嘛 那你要買的是什麼 低檔買嘛 不是叫你去追嘛 那我也是說像金采呢 我希望你跟我去操作另外一檔 剛要起漲的股票 機會都在嘛 你準備好了 你才有機會坐教啊 那像這種股票整理末端嘛 就跟金采一樣啊 一檔一檔操作 那不管是大盤 台子 你要抓轉折嘛 那個股也是一樣 你要買對股票 你才有機會賺到錢 我說我是在操盤 我不是在解盤 我們休息一下 法人顧問吳老師 專攻法人操盤習性 擁有三十年股市實戰經驗 兼具短線與波短操作 最有法人顧問之稱 茫茫古海 讓專業誠信的法人顧問吳老師 帶您早日邁向富裕之路 制服專線 022-2752-5868-2752-5868 城東東部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著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待進一定待出 城東東部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新市場 穩健獲利 無往不利 城東東部 值得托付 022-2752-5868-2752-5868 歡迎回到現場 那剛剛上星期三 今天 選擇前結算 對不對 往上急拉 那他結算了 那總統選舉 還沒有出現答案 對不對 但是法人已經落袋了 因為今天結算了 所以選前壓兩邊 你有沒有壓對股票 你有壓對做多還是做空 那不管選舉結果怎麼樣 都結束了 法人賺錢 那股股也一樣 那金財連續往上走 昨天也漲 那我們再看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最近是往上走了 我說底部一路墊高 對不對 那今天除了漲台積電以外 昨天漲華邦電 那華邦電今天漲得比較少 今天聯電大漲 大家記得之前就前天而已 我跟大家怎麼談 我說今年代工這個族群 你要注意中心收匯股 我說聯電這裡壓回 壓回它不是頭部 它只是漲太多整理 就跟這裡漲太多整理一樣 因為它今年 它前三季已經賺1塊半了 它去年賺0.19 前三季1塊半 今年大概可以賺2塊錢以上 那如果本一比20 2塊錢以上 它應該多少 很簡單 2乘以20 它應該40塊 現在上幾塊 但不是叫你去追 我只是告訴你 你要怎麼樣去找 像聯電這個月K線這一段 才16才30幾 這樣就這樣一倍了 看華邦電 成長股 上半年 上半年已經賺錢 轉歸為盈 10幾塊的股票 萬宏 前三季賺2塊多 現在32塊 像群創 那這個股本比較大 法人在買 可是漲不多 那我要跟大家談的是 這一間 它是轉歸為盈 那這一些大牛股 你不要去追 紅低買 你賺錢機會比較大 擔心往上追 因為它漲勢比較慢 你有可能會 短線上 你往上追 你會套牢 那針對中小型股 你怎麼樣去操作 我說我在操盤 不是解盤 我們回過台 我們簡單講 像這一個地方 每一次押回 拉回找買點 往上做教 大家都一樣講 但是有沒有做到 這個地方 我直接在檯面上 直接跟大家談什麼 我完全沒有蓋牌 直接講金星科 高尾對 直接跟你講 它為什麼 頭肩底架構出來 對不對 金星科在這裡 這個地方 就上個月初 我直接講華邦店 單月第三季 營收創新高 它是上去了 這裡 這裡 這我也沒蓋牌 找個十六 錄影棚你可以去調 單月第三季創新高 所以押回是買點 支撐 上去啦 我待會也買 你買了沒有 金碩也是一樣嘛 收斂三角形整理 我最喜歡這種股票 往上又是四十塊嘛 我說我是在操盤 不是在解盤啦 解盤的老師一大堆 事後來講都很準 包括期貨也一樣 事後來講都很準 但是你要出手啊 這兩個差別在哪裡 他有出手嘛 有賺到嘛 這個叫操盤啦 證據都拿出來啦 會員也全部都在看嘛 這最近的事情啦 月成長 季成長 年成長 EPS成長 整理末端 這樣是不是掉了 這樣是不是掉了 連續漲嘛 那這樣能不能賺到錢 證據呢 我說四十五會員 有兩組有精彩喔 都是這幾天買的 這當股對不對 賺錢 賺錢 這兩檔也是連續漲兩天 弄去 全補去 普通會員一樣嘛 我們買都是成長股 往上走 這樣是不是做教 費費的價值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嘛 那還有沒有類似這樣的股票 像這一檔一樣啊 整理末端對不對 最佳買點出現了嘛 那他有沒有機會 這樣往上衝 我說大盤拉回往上走 拉回買大家都會講 問題是 你有沒有買對股票 你需要是一個真正 能帶你賺錢的老師 機會至於把握 謝謝大家 本投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 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創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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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比賽 竟在運通 你想成為股市名師嗎 成果不擴大爭才 即將培育分析師 會投顧